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致敬了各种变革及车手的来去 同时对于场上其中7支车队而言 由于车队工厂就在距离赛道3个钟头车程以内 因此让这条赛道成了宛如自家测试场一般 而在上个赛季的双重赛事 第一站神展开的爆胎大战 以及第二站为庆祝F1开跑70周年的七菱大赛 上演了冰士与大牛两强的斗志之战 而在今年的赛程 先是在周四进行2022F1赛车的动态展示 并将在周六上演史上第一场Sprint Qualifying 替一直以来十分制式的F1 Race Week倚注心意 而这也是F1睽違近两年以来 首度全面开放观众进场观赛的分战 这次的内容就来简单聊一下 这座赛场的国王故事 英国的四轮赛车史 这一切都要从1926年开始 当今F1的前身Grand Prix Motor Racing 在1926年首度遗失英国在Brooklyn赛道 举办了英国首场大奖赛 而英时赛道的诞生 则要从二战结束后开始说起 当今的赛道场区曾是二战时期 英国皇家空军用来停放轰炸机的基地 在1943年二战延烧之际启用至1946年为止 曾经是堆满弹药、燃料以及战机不断升降的军事枢纽 在二战结束之后应声废弃 时间快转到1948年 英国皇家汽车协会RAC时任主席 Wilfred Andrews认为应该将大型赛车赛事 移回英国本土举行 起初提议使用既有道路举办正赛 类似曼岛TT或Northwest 200的方案 很快就遭到否决 毕竟封住交通繁忙的道路举办赛事 怎么看都不对 经过一连串讨论后 RAC决定新建一条全新的赛道 而遍布英国的废弃机场就成了赛道的理想选址 在最初期的赛道选定 包含了一座位于Stratford的废弃基地 以及当前的Silverstone 在1948年8月获得空军的同意使用后者之后 由总工程师James Brown操刀设计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围绕跑道而建的原生Silverstone赛道就此诞生 并在同一年的10月2日首次举办正赛 在5.907公里的赛道进行65圈的正赛 最终由Luigi Villarazzi夺胜成为 银食赛道首位胜场得主 赛道Layout于1949年再次更改 缩短至4.649公里的赛道 也成为当今赛道Layout的原始框架 而在今后赛道Layout大多也依循着 49年之后的框架不断在修改 时间进入1950年 F1正式取代GP Racing的元年 1950年5月13日 在全场涌入10万名观众以及女皇Elizabeth II观战下 时尚首场F1赛事就此展开 在第二代Layout上展开70圈 总距离325公里的决战 最终由F1首位世界冠军 Joseppe Nino Ferrena拿下时尚首作F1分战冠军 而在F1复诞生的年代 并没有规定一对只能有两辆赛车出赛 刚好同场拿下2、3名的Louis G.Fagioli及Rich Parno 皆效力于Alfa Romeo车队 时尚首场F1分战就由Alfa车队攻占颁奖台前三 而整场也就是三台Alfa跑满70圈 在车辆可靠性普遍不佳的50年代 其赛车的稳定度及竞争力无庸置疑 而自1952年起 原本位于Abby湾路及Wood Cole之间的起跑区移动至National Straits 直到2010年赛场全面翻新之前 58年的时间内赛道在经历了7次更动 同时曾与Brand Hatch以及Aintree赛道轮流举办F1分战 并且自1987年起成为F1英国战的固定举办赛场 在这之中也见证了许多强者之间的对垒 早在30多年以前 当F1分战还不如当前众多时 能在这最高殿堂拿下50次分战冠军 在当时恐怕还没有人会相信 然而自1981年起 外号教授的法国车王Alan Prost 就用着极其稳定的驾车表现不断打破众人质疑 在1993赛季开始之前 Prost早已成为史上首位突破生涯40勝的车手 并且在前8场正赛 靠着雷诺动力加持的Williams FW-15C再抢架5次分战冠军 带着与Sena之间12分差距前进迎时 在周六排位赛抢下甘位 并与队友Damon Hale达成封锁头牌 却在周日正赛起跑接连遭到Hale及Sena超车 先是在第七圈再次超车Sena 两位宿敌之间的缠斗 这次由Prost胜出 接着第42圈Hale引擎挂点之后 摇回领先 并在59圈的正赛之后 拿下分战Port to win 而这一胜 也让Prost成为史上首位达成50胜的车手 成为当时F1史上最多胜长的车手 虽然说这项记录也在未来先后由Michael Schumacher 以及Louis Hamilton相继打破 不过以当时的分战数字来看的话 得以达成此项记录早已实属难得 接刚才所提及的两强对决 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末 1998年F1赛季 整年的焦点聚焦在由Maker Hacken所领军的Maclaren 以及由Michael Schumacher为头号车手 正逐渐脱离80、90年代第一潮的红军 两大强权车队之间的对垒 在前八场正赛之后 两支车队已仅11分的差距 Schumacher及Hacken仅6分差距前进因时 周六排位赛阶段由Hacken拿下单位 头号对手Schumacher排在第二 未料在隔天的正赛 赛道经历一场大雨轰炸 纵使在赛前雨势停下 正赛仍在赛场半干半湿的情况之下开跑 紧接在第16圈雨势再次降下 不过仍无阻Hacken不断拉开与Schumacher之间的差距 在第40圈已经拉开到近50秒钟 几乎等于三分之二圈的距离 却在第44圈发生要命失误冲出赛道 紧接着一连串失控意外 侧动安全车将原本拉出近50秒的差距 近乎归零 赛事在第50圈重开之后 Hacken仅在第52圈再次发生失误 将领先硬生生送给Schumacher 因车辆受损拖慢车速的Hacken 只能眼巴巴看着Schumacher扬长而去 未料在正赛剩下最后两圈 Schumacher由于第43圈在安全车代场情况下 违规超车Alex Verst遭到判罚 然而场边只是看似不够明显 在不确定是10秒加10还是stop and go的状况下 车队于是在最后一圈指示Schumacher近战进行判罚 然而近战的动作也等同通过终点线 于是就在争议四起下 Schumacher完成了一场逆转胜 事后赛会的判罚动作也引发了红军及McLaren的不满 红军主张赛会应该在违规状况发生后 25分钟内完成审视并下判罚 然而赛会在31分钟后才下了判罚等同超出实现 同时认为因赛会所出示的判罚告知太过不明确 因此闹出乌龙 在上诉之后赛会改判为10秒钟加10 不过以当时的规范来看 完赛之前12圈内发生的违规才能开出加10罢单 Schumacher的意外事故发生在第43圈因此不在范围内 于是乎加10的判罚最终以取消作收 而同样不满的McLaren则是认为 红军借由冲建阶段才近战执行判罚有算漏洞的嫌疑 然而McLaren的抗议最终却遭赛会驳回 正因为如此的叛罚乌龙 在半个月后的FIA赛事裁判会议中 三位Racing Stewart因为遵循规范进行赛事裁划 加上沟通不善 最终决议裁冲赛事监察执照才替本次争议划下句点 不过在车队榜上 Schumacher夺胜一次缩小与Hackner的差距剩下2分 红军同时有Eddie Irvine以第三完赛一次进补14分 同时McLaren这边因David Koudar退赛 两队之间差距缩小到剩下3分 替着烟消位十足的1998赛季有增加了些许未知数 纵使到了寂寞是由McLaren及Hackner拿下世界冠军 不过与红军之间的两强对垒 似乎也替这个赛季增添了许多精彩的元素 最后快转回到近代赛事 当前的赛道自2010年改建完成之后便一路使用至今 5.897公里的赛道长度 南瓜18个各种属性的弯路 并自2011赛季开始 起跑路段及维修区从原先的National Strait 移架至International Strait 不过MotoGP及SBK赛事 仍旧会使用原先位于National Strait的起跑路段 而为致敬七届世界冠军Lewis Hamilton 自2020年起将起跑区的直路改名为Hamilton Strait 第一即时段自起跑之后 先是面对Abbey及Farm两大高速弯路 随即遇上Village The Loop所组成的低速弯路段 接着全油门进入Entry及随后的Werlington Strait 开下DRS同时接上第二季时段 后方是Brooklyn及Luffell两段转向角度极大的急弯 出Luffell之后 全油门进入Wood Cole高速弯 一路沿着National Strait推进 高速刷过Cops弯道之后 紧接整段赛道明文侠儿的Maggots Backets Chapel连续高速弯路段 车手全速推进时还得留意轮胎的受力状况 同时在不断转向之际抵抗重力拉扯 出弯之后进入Sector3 在整段赛道最长的Hanger直线油门全开 同时进入第二段DRS区间 紧接Store高速弯对于车辆下压力相当吃重 在进入16、17号连续弯之前 又是可以加速之后拼刹车点的Vell Strait 并在通过Club弯路之后冲线 90秒的单圈时间 让平均时速来到近230公里 高速取向的赛道因此对动力十分吃重 整段赛道大量的高速弯对于车胎负担极大 纵使用上最硬的C1、C2、C3组合 仍然逃强大拉力对车胎的拉扯 光是上个赛季的英国战 就接连发生四起爆胎意外 除了鱼蕾Kivie是右后轮爆胎之外 Science及Boltus 皆是左前轮分别在倒数第二集最后一圈出事 就连分战冠军得主Hamilton也不例外 在最后一圈左前轮硬胎也扛不住婴儿爆胎 接着就看Hamilton一路拖着只剩三颗车轮的W11赛车 一路撑完最后一圈 同时成功顶住Vestappen最后一圈 不断拉近差距收下在英国战的第七胜 而时间拉回到2021赛季 此时的宾士正陷入车队 进入Hybrid Era后最长的胜场荒 同一时间大牛与本田正开启尘封已久的无限模式 究竟宾士的动力升级能否帮助黑剑军团重拾胜利 或是大牛继续推高连胜记录 被耐力更改结构的车胎在底盘规则修改后 究竟能否在这条有车胎杀手之称的银石赛道幸存下来 同样主场作战的Norris与Russell能较出什么样的表现 史上第一场Sprint Qualifying 究竟是增加看跌亦或只是另一场大游行 7月16至18 F1英国战车胎的保卫战千万别错过 那么就正赛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